我们可以想下班吗 老板找我们 你们俩为什么到店就下班 因为到店了 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加班 因为下班了 那为什么别的东西不下班 因为他们在加班 我知道 为什么别的东西加班 你们不加班 我们不想加班 为什么不想加班 我们想下班 下班了就不能加班了 那 当心加班呀 我们下班了呀 我来来来 我们的意思是 为什么别人都在加班的时候 你们准时走 你们好意思吗 确实挺不好意思的 那说说怎么不好意思 因为别人在加班的时候 我们下班了 你们的意思是 现在就让我们回去加班 对 加不了 因为 不晴说 因为 哎 因为 你不想我 所以 你得到时间了 因为我们下班了 大概的事情经过我们已经了解 如果对方愿意还钱 并且向您的母亲道歉 那行先生你是否接受私下调解 我没有直接回答 鼠鼠同志 刚刚对面一家人才说了 就算是你们来了 他们也不怕 就是没钱两个字 所以鼠鼠同志 你们还是确定能够让他们道歉再说吧 文言 鼠鼠皱了皱眉 随即走向养老三一架 我们家现在分文没有 就是没钱 还没等鼠鼠开口 只见一个衣着暴露 浓妆艳抹的女人走了进来 什么情况啊 羊二狗你在搞什么东西 怎么还让鼠鼠给找上门来了 这都多久了 让你再补上三十万还没给我 你要是犯法了 咱们的婚礼可就必须得取消 见状羊二狗立马慌了起来 别啊丽丽 我们家可没犯法 就是个小问题而已 小问题 光会嘴上说有什么用 三十万呢 没钱 婚礼一样取消 话音刚落 没等养老三一家人说话 叔叔又是开口说道 既然你们借钱不还 又去不合作 那就跟我走一趟吧 什么 你们不但拿不出三十万 还欠别人的钱 两二狗 这可跟你说过的不一样啊 既然你骗我 那这婚也就没有继续结的必要了 婚礼取消 你我从今以后没有关系 说吧 蒋莉莉就要转身离开 爸 你倒是说句话啊 你也不想我一辈子打光棍吧 听到儿子这么说 杨老三虽然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气不打一处来 但是想到自己儿子的终身幸福 还是开口叫住了蒋莉莉 莉莉莉等等 可还没等杨老三再次开口 蒋莉莉便展开了一顿唇枪舌剑 这婚节不成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们家的问题 我好歹也是个网红 要是让人知道 自己的未婚夫 是个借钱不还违法犯罪的主儿 那我以后还怎么工作 怎么见人呢 杨叔叔 你要怪的话 就怪你家二狗不争气 可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另外 我可先把话说在前头 这是因为你们家做了违法的事情 我才要取消婚礼的 所以你们之前给的彩礼什么的 我家可是一毛钱 都不会退给你们的 你老杨家摊上这么一个媳妇 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听蒋莉莉这么一说 杨老三当即气的就直喘出气 但还是艰难的挤出了一丝笑容 那个莉莉啊 你误会了 我们怎么可能会违法犯罪呢 你放心 那三十万啊 杨叔叔我就算是把村里的房子 耕地都卖了 也会跟你凑齐的 只要你能跟二狗子 好好的过日子就成 然而 听了杨老三的话 那蒋莉莉的脸色 反而是有些更加难看了 我们家就有一个优秀的女孩子 嫁给谁不好嫁 非要嫁给你们一家子罪犯 你们杨家没有钱也就算了 我们自己加油 但是 你们起码得是家事清白的吧 现在你们说不定都要坐牢了 我才不要嫁给你们杨家呢 除非 而听到除非这两个字 杨老三一家人就立马来了精神 除非什么 除非你们再答应 我们家几个条件才行 见还有机会 杨二狗已经急不可耐地回答道 答应答应 别说是几个 就是几百个几千个 我们杨家也答应 此时蒋莉莉身后的女人开口道 搜贤 你们的魂放 就只能写我家里里一个人的名字 此话一出 杨老三一家人的脸色立马大变 你开什么玩笑呢 要是刚结完婚 你女儿就离婚 那我们不是白送你们家一套房子 你们家胃口也太大了一点吧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家女儿是做网红的 那也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了的 听到对方这么说 杨莉莉的母亲也是立马就暴怒了 你一个张北这么说话里 你才跟补烧男人睡过里吧 买女儿 我要是怎买女儿 也翘补上你们养家 也补撒跑尿早早早起见 就你哪两个儿子 又一点点男人养吗 我家里里能看上你们养家 那是你们养家住份冒了情言 羊二狗的老妈还想要继续骂回去 愣是被养老三一生好住 够了 都别吵了 房子就写你女儿一个人的名字 我答应了 还有什么要求 你继续说 你们先走吧 我再跟他说两句 我看怎么事的 起来吧 变子忘了 一会儿要开席了 你还得花钱呢 你啊 谁掉一百块钱啊 谁掉 行啊你啊 你这钱想身上的 你就是难得 这会儿喝点 洗澡呢 来个黑子子 哎呦这只大张腿 你看你看 你不看我 我上来了啊 我去找他 还不行 咱俩聊天记录没闪呢 这我要是给你公开了 你可玩喽 你可真是 真了了呀 行 事实上少一祸 我少一大日 你想不想咱俩吃烧烤 我老跟你打赌 我说你要敢摸你探一下 我给你二百块钱 今儿你行了 你真就摸你探了 钱我可不给你啊 你算了我多少打过鸡呢 咱早晚我也得摸你探 你啊你啊你 你真是 你真是 行了 这边你就放心吧 爹妈孩子 我能帮你管着 嗯 你要是有啥事啊 你给我活个梦 家居里长了 哎哎 你在那边好好的啊 下辈子 都好好的 走了 走了 当闺蜜比你先走 你们先走吧啊 我再跟他说两句 快起来吧 你别装了啊 你前来友带他对象过来了 他对象就是你那只怀疑他来有事 那个 怎么还不行 脸上还卡粉呢 你还给你用的是啥 哎呦我给你补补吧 我告诉你啊 咱姐们到哪都不能输 听不听听 你博 家耳 天喜 雅轩 哎你看看 你要是不要啊 全是我的了 全 你这平常看着男的走不动道的主 你现在 你出去了 你要是再不行 你那些包可全是我的了啊 你打下的江山可全都归我了啊 还没反 你脸上怎么长那么些逗呢 还泡一圈 我给你拍张照片啊 我给你发包圈的啊 真凉了呀 我家楼下新开一奶茶 你说谁陪我去喝呀 你说以后我失恋了 我找谁哭去啊 那以后我要是受欺负了 那谁帮我出头啊 那没有你 我怎么办呢 你就 一个人在那你害不害怕呀 你要是怕了 你多么告诉我 你要是有啥事 你也告诉我 你在那边好好的 好好处个对象 你别再遇上渣男了 你遇上渣男了 我没办法帮你 我走了啊 等以后我下去了 再这样再一块妈渣男 你要好好的啊 当老公比你先走 啊好 你们先走吧 啊 我再跟我老公说了 你赶紧给我起来了 你给我简直解释 刚才为什么有个女的哭得比我还狠呢 她是谁啊 来老师 你要是再不起来 我跟你吵架了 我 好 你再不行啊 我明天就穿这个出门 哎 我就穿两根线出门 然后我就 怎么还没反应啊 老公 你起来 行不行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做家务 再也不让你交合一 四方前再也不用上角了 你以后想打游戏到几点 到几点想跟兄弟出去玩 就跟兄弟玩 起来行不行 你再不起来 我明天就改嫁 我拿着你的钱去养别人孩子 我让你爱人 把别人交爹 爱不起 老公 你是真不要我了 是吗 行 你放心 老公 我一定把咱们儿子教育的特别好 你父母我也照顾着 但是你在那边 你离别的女鬼远一点 你不许看着呢 听不听听 老公 我走了啊 怎么手机爱在这 你这跟着一起烧了多可惜 我看一眼啊 啊 醒了 活了 妈 真的活了 我这也会说 3 4 30 3 4 6 3 5